好 好 小胖 直播绩效还不够吧 够了 够什么够 我看你是吃够了 你再站扣你工资了 这什么 小姐姐今天打扮得分外妖娆啊 不好意思 穿个鞋子还要选一个牌子什么鬼 来来来 什么酒啊 什么什么酒 我对双C干嘛去了 说取花鸟市场买鱼 说取花鸟市场买鱼啊 是民政局旁边的花鸟市场 还是花鸟市场旁边的民政局啊 春天到了 又到了小动物们 蠢蠢欲动的季节了 这俩人 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虽然说俱乐部守则 没说不许吧 但这个也 突然觉得好气啊 这一年突然智障和小人生 都能烂锅烂杆地去约会了 而我们的老猫 这种正常人 却是单身狗 只能孤独地撸体 好看 铁民 我对她来 像是 想是 古典 主典 我们还能变什么 诚哥 什么 你戴项链挺好看的呀 在基地怎么不戴 基地带着谁呀 那你在花鸟市场带给谁看啊 你不也穿裙子吗 穿给谁看啊 猫 你 看过了没有 孩子 你到底成年没有啊 怎么 高跟鞋都不会穿装什么成年人啊 好 诚哥 你要几条啊 随便啊 那有什么颜色 黑的 红的多好看啊 你看他们的尾巴跟个小伞似的 是吗 我要黑的 红色多喜庆啊 你看它 火蹦乱跳的 一看就长一百岁 如果我那条鱼 不被你家的肥猫咬死的话 也能长一百岁啊 都说了要黑的你管我了 我的鱼缸我做出来 你那么不喜欢红色 你有本事以后火麒麟别要了 给我呀 你敢碰我火麒麟试试 你那么有能耐 你怎么不让游戏设计师 给你设计一个黑麒麟呢 就说你喜欢 不接受反驳 我的野区我做主 就这么霸道 就你话读 善哥 要我说啊 你就听这小姑娘的话算了 跟女朋友争这干啥 他们生气了 遭罪的不还是咱们大老爷们吗 下个月你想牵他的手 被他拍开 跟你算旧账的时候 你就该后悔了 老板 你搞错了 我们俩不是那种关系 你这鱼多少钱一条 一块五 一块钱半半半 大哥 你一个开阿斯顿马丁的人 你跟人家探主讲价五毛钱 还有没有人性啊 我老婆跟你女朋友一样 人性 我们真不是那种 给钱 雨雨 谢谢 给 慢走啊